我会有压力 人说打广告你快点写 写就写 那我就是写不住啊 可是有一个老师教我 会觉得有安全感一点 我是Sermaine 我是一名儿童游戏咨询师 不用再看别人的脸色 来花那个钱 不是说副业 应该是说一定要有income 自己花的 自己赚了自己买 然后也会比较开心一点的 因为可能我的振职是比较忙 然后可能我就是早上六点多起床 到回到家已经八点多 所以有一个副业回来 我handle得到嘛 我还是想要去尝试啦 这个领域是完全不同的 可是我觉得在这边 我觉得很舒服 因为会一直不断地教我们一些 可能不是只是在这一边 玩具的这个领域用得到 我可能以后我卖其他东西 我觉得我都用得到 初出现时我会觉得只是一个 很普通的一个销售职员 可是后来我了解了 我觉得我们可以做得很专业 这里没有所谓的很知识的那一种 抢身压 然后可能就是没有 觉得你是他们的competitor 我不会教你任何的东西 可是在这里会有无限的分享 外面以外的东西 我以前没有不成也不想要动的那个领域 在这里学得到我才觉得 原来是这样的 我可以试试看 其实Angeline Choice 她很适合没有基础的妈妈都可以来这一边尝试 因为她会从A到Z的教你 然后同事也会分享 教你你的step1要怎样 一直这样子慢慢去 有surprise到那个涌景啦 我会以为没有这么多 但是收到的话 我就觉得还不错 这样我下次要更努力 可能以后我可以在家 也可以有这一个自己的正值 然后我自己可以concentrate在这一方面 然后我就可以赚到钱 你可以尽管如果 怎么样 第1种评伙克服务 来